第一題 請問左邊的這張圖是誰 雪兒 雪兒 你這個是 等一下 數太快了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成 今天的主題非常特別 難得雪兒說 他想要撰寫這次的劇本 而且啊 還說要給我們觀眾 帶來的一個驚喜 要我們不要好好期待喔 喔 應該是雪兒來了 你好 你是瘋子嗎 呃是五場 你不是早就被 打吧 什麼都不一樣 所以這是什麼罪嗎 包裹 呃 呵呵好像真的是我的耶 要簽名嗎 簽好了 謝謝 不會再見掰掰 唉嚇死人了 笑把他趕走了 不過這到底是誰寄給我的呀 咦這好像在哪裡看過 難道是 呃 她她她她是火燈 雪雪豆子 啊不對 雪兒你怎麼會走裡面出來啊 金星 金星沒有洗啦 唉 算了 話說回來雪兒 啊你不是說這次的劇本你要 嗯 又是誰啊 呃 怎麼又是你們 啊不好意思 上次確實是我們搞錯了 這次絕對沒錯 我們要以右拐為成年少女 將你代歸安 為成年 呃 那個你們應該是搞錯了 正確來說 是她自己跑來搞錯 呃你們你們要幹嘛 欸這也是哪裡啊 哈囉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鬼面之刃剪影條車賽 我是金睿的主持人雪兒 明天我們很榮幸的邀請來了 前陣子剛把嘉義名為成年少女的 不知名普文創作家阿成的是 哈哈不知名不用說出來啦 不過雪兒你又在搞哪出啊 哦 你還記得我們之前有拍過一次剪影遊戲嗎 呃你是說那個蠟筆小型嗎 嗯嗯 所以這次的主題想要再玩一次 再加上還有很多很多的粉絲 希望看我們再做一次鬼面的題材 哦原來是這樣啊 竟然是粉絲要求 那我就陪你玩吧 謝謝阿成 那麼 首先我們先有請 敬略的特別來賓 兼評審 恩 特別來賓兼評審 展巫夫先生 嗯 大家早上 早上 四本人耶 對啊 好接下來就進入我們的遊戲解說時間 遊戲規則 他站著桌面上會擁有三張卡片 哇哇 分點為救援提示三檢 卡片的效果與字面上的意思相同哦 總共會出三道題 只要打對一題就算獲勝 阿成怎麼樣 嗯 聽上去是還蠻簡單的啦 但是雪兒 你會不會像之前那樣 明明是小新媽媽 卻變成我們這一家 這種硬凹的答案 放心放心 這些不會了 嗯 也對啦 畢竟有產無夫先生在 雪兒應該是不敢亂來的 好 我接受挑戰 好的 挑戰者接受挑戰了 那麼就進入我們的鬼面堅硬挑戰賽 第一題 請問左邊的這張圖是誰 雪兒 雪兒 你這個是 等一下 數太快了吧 1 時間到 請挑戰者進行回答 可惡啊 依照外型來看還有動作 這絕對是一拳超人裡面的奇遇老師 阿成 時間到了哦 不好意思 我剛剛發呆了 我猜是 奇遇老師 欸 真的嗎 雪兒緊張了 所以真的是奇遇老師 沒錯 就是一拳超人裡面的 奇遇老師 那麼答案就不對呢 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 打錯了 為什麼 這題明明很好猜的 答案就是 正在為我們湯自然 製作好吃烏龍麵的 山藥烏龍麵老闆 烏龍烏龍 屁啦 你這拳超人很好猜啦 你真是 好的 下一題 請問左邊的這張圖是誰 呃 看這個圖應該是玲瓏左鏡刺 是嗎 沒錯 確定是 欸等一下 如果這也是個陷阱題 嗯 喂喂喂 不會吧 雪兒竟然沒有把答案藏好 嗯 哈哈 雪兒 你知不知道你剛剛放下了這輩子最大的錯誤 嗯 這是什麼 裝傻事嘛 沒關係 等等你就會後悔剛剛所放下的最大錯誤 答案是 玲瓏左鏡刺先生 叮叮 打出了 什麼 答案是 曹操玲瓏先生的 烏龍說圖 屁啦 雪兒你這根本是在亂搞吧 蛤 好 下一題 請問左邊的這張圖是誰 因為這是最後一題了 所以就改成選擇 阿晴加油 可惡 竟然被瞧不起了 欸 等一下 我竟然忘記還有這三張卡 假設我同時使用這三張 我其實不是就能直接獲勝了嗎 對對對 沒錯 我真是個天才 雪兒 我問你喔 遊戲規則之中 有提到不能同時使用這三張卡片嗎 嗯 沒有 也就是說 就算我同時使用這三張也不算犯規 好 我要使用提示卡 嘿嘿 這下遊得玩了 提示 請使用救援卡 欸 就這樣 阿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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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嗎 呃 還沒 我要再使用粉絲救援 阿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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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們倆到底有沒有看過鬼滅喔 阿晨不對喔 我覺得是A喔 絕對是A 絕對是A A啦 選A就對了啦 阿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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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簡單的選項是B和D 喔 是不是 我就說了嘛 是A 就說了 不是 是G 我覺得兩個答案都很像耶 阿要不這樣好了 欸 你們在幹嘛 我們討論一下 哇 不愧是我的粉絲 這麼認真的討論我的事情 真叫人感動啊 欸 你們討論好了嗎 對對對 我們討論後還是你自己做選擇吧 這什麼跟什麼啊 他們好有趣喔 我根本沒答案 要他們出來幹嘛 算了我選C C 我731 打錯了 這題的答案是 嘿嘿大家好 是我 米善翼 你們有沒有拆裝喔 屁啦 你根本就亂搞 你根本就不想讓我贏嘛 欸 產 產物副學生 欸嘿嘿 學恩你看看 產物副都生氣了 喔 喔 害怕了害怕了 主公大人也要出題 蛤 也要出題 蛤 也要出題 啊 我知道了 產物副大人是想要用這種方式 讓雪兒知道這種剪影遊戲的正確玩法 原來如此 雪兒 你要好好看好了 出題吧 產物副大人 請問一下 嘿嘿嘿嘿嘿 答案是 皮卡丘 蛤 蛤 答案是 皮卡皮卡 想不到嗎 又是我 米老鼠